第一讲是讲那本书 因为我写了三年 现在有三十万字 第二讲是第一章的第二章 就是讲发力与中风 证明了用王羲知道 你南宫那段时间的方法 我们叫做谷法 用那个方法去写一个 笔画的起点跟终点 比现在大家用凯书的方法写的 比较精短 要好 要好的是什么呢 就是比例强 而且可以得到比比中风 不需要调控 所以行气比较好 但是一个笔画 除了起点跟终点以外 最要紧的是中间那一段 这起点跟终点中心 你如果想从几何学来讲 点是没有面积的 换而言之 你写一个笔画的时候 几乎百分之一百都是中断 你写一个字的时候 几乎百分之一百都是中断 所以一个字写的好不好 不是那个起点终点 当然很要紧的 像颜凯的起点都很要紧 但是中间那一段是最要紧的 当你用现在的方法 就是大家用的方法 入笔以后 经过调缝去写中断 那大家也是要得到比比中风 大家也都是要比例强 跟笔画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差别在哪里 是你能不能够很容易的 得到比比中风 就是去得比比中风的效率 是哪一个好 今天就要用科学来证明给你看 古代的人就是静唐人 是用拉力去写字 从北数以后一千一百年 中国人都是用推力去写字 你回想你们自己写字 是推它走的还是拉它走的 OK 推力跟拉力的分别在哪里 当你去推力驱动一个物体的时候 你的力在它的背后面 那就是推力 在它前面就是拉 你们写字的时候 你们的历史的笔杆的后面全面 几乎百分之一百人都在后面 二王不是 米南光也不是 于尼也不是 我也不是 OK 好 所以 古人要我们把笔松 现在你们的老师不要把笔紧 因为大家是用推力去写 不是用拉力去写 好 这个是要谢谢傅野忠博士 傅博士 他一以间隙梦中人 我是19岁就看到舆论写字 我在1966、1924岁开始写字 就学他用拉力 一直到今年两个月前 我不知道自己是用拉力 我不知道自己是用拉力 我只晓得我跟你们不一样 结果傅博士是力学博士 他看到了 他说你是用拉力 我们都是用推力 所以我赶快写了这一篇 就今天发给你们的这篇文章 是两个月之内写出来的 是我这三十万字里面最后一篇文章 最近的一篇文章 这个是傅生先生 我这本书的提字 上次已经谈过了 这是下一次 那我上一次讲的是发力中锋 我这个主要的论用是介绍 说我们写一个字 王羲之他们的方法比我们好 那下面呢 再下一次再讲的是第二部分 就证明航器跟灵活 两方面呢 王羲之他们都比我们好 加起来就是什么呢 就是为什么我们写不过静堂人 OK 大概结论就是说 我这一次演讲完了 再下一次演讲完了 结论就是证明了 行草比真行好 真行比行凯好 但是你看历史 东晋南朝的时候 王羲之发明了真行 王羲之发明了行草 在我的第二边里面 会举出文献证明给你看 在那三百年里面 他们两个是 就是nec to neck 是并肩的 OK 并不是王羲之一定比王羲之好 这个王羲之比王羲之好 是唐太宗说出来的 所以在那个时候 东晋南朝是行草的真行比重 数据上这样讲 A大于B B大于C 如果第一个时期是二分之一 A二分之一B 第二个时期是全部是B 第三个时期全部是C 那就是第一个时期比第二个时期大 比第三个时期大 你这样想 A大于B 第一个时期是二分之一A二分之一B 第二个时期全部是B 那A二分之一A加二分之B 大于整个B B又大于整个C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时期是东晋南朝 在那个时候 王羲之跟王羲之是并重 他们的两派书法是并重 到了唐太宗 他独尊王羲之 所以唐朝人写的行书 绝大多数是行草 不是草书 很有意思 在古晋南朝 行书跟凯尔是草书 这两个group是混的 就是一个人啊 行书写得好 草书也写得好 比如说梁武帝说 王羲之的行书比王羲之好 草书补补他 那两个都是家 OK 可是到了唐朝很有趣了 行书是行书界 草书是草书界 你们见过张旭 白书的行书吗 那所以到了唐朝 行书界跟草书界分家了 当然我们没有太注意 当然我们没有太注意 去写草书跟行书 现在的人呢 是用楷书的方法去写草书 都是用提安去发力 用论错 OK 那是等第二边的最后了 那大概到第六角 第七角 现在我们知道了 现在我们知道了 就是在静唐 东静南朝 行草跟真行并重 到了唐朝是真行 要倒了行草 到了宋朝 行乎取代了真行 所以就变成什么 越来越差 我刚刚讲了 二分之一A加二分之一B 大于整个B 大于整个C 从科学证明给你们看 不是一个人作品 我讲的是整个书法界 所以我们在第一边 这六个chapter 证明了三件事情 第一个 行书经不如骨 第二个 证明了每况愈下 越来越差 不是说今天公元 就是我们这21世纪 不如王羲之 是越来越差 第三个 就是马旭伦先生讲的 唐人以后无好字 他这句话 连苏东部都骂了 连黄天坚都骂了 我们写不过古人 好 这整个逻辑 那我们再想下面 就今天要讲的 今天的主题是第一边的第三章 就是说我们哪笔 应该是松宽 还是应该是决 我做过好多次的演讲 我有个 我的妹夫是个西医 她就把她会 把这个视频寄给他们香港的书法界的朋友 她是香港人 那现在回应是说 我们认为 马旭伦先生讲的是对 但是 他讲的话 每一句都跟我们老师告诉我们的不一样 他们试着想过的方法是对的 可是 他们说怎么会老师教的都不一样 原因是 你们的老师 他们的老师 都是用这一千一百年那个错误的方法在教你们 今天这篇给你们看 OK 这是为什么唐人以后五好字 就是 就这一千一百年了 中国人都搞错了 错了一千一百年了 这不是刚好小事情 我讲下去 就哪里跟那个不同 因为这个chapter 是真正这一本书的最要紧的chapter 所以呢 我做了两件事 第一个呢 我把它这个chapter拿出来做了一个档案 电子档呢 请你到国语书院 这个电子 我免费去拿的 美论都有的 另外呢 今天来的 我用了二十本 把这个档案印出来 给大家看 但是我要声明一下 我这个二十本里面 有一部分 是用了今天的讲稿 不是我书里面的原文 大概从第四页到第十几页 你一看就知道 他才是今天的讲稿 为什么呢 就是傅野忠先生跟王健之先生 他们做的我讲稿的图跟书名 比我原文好 我原文也错 但是做的不如他们 所以我决定用他们的版本 把原文抽调 出书的时候要稍微调整一下 让它两个变成一样的版本 就是八字这些 因为这档案来不及了 请两位站起来 大家谢谢他们 这傅野忠公王现实 你们能看到 等一下看到的 是他们的朋友 我们再下去看 那这是这一张的陌路 请你注意啊 我到讲完以后 在四半之前 我会提一下 为什么我最后几个 几节我不讲 就是跟起公先生的一个视频 做比较 这我认为是这样 要你们先去看起公的视频 再来听我做的比较 否则是不公平的 否则你们就先入为主 被我洗脑了 OK 所以我的建议是 我把这个印出来 放到档案里来 你们看 看过以后 下一次演讲 在Question and Answer里面 如果你们有看不懂 或者不同意我看法 我们来讨论 我现在告诉你我的说法 你们也看到起公的视频 那对起公先生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的建议是 你们拿到那个 我上面有写起公视频的 这个题目的名字 你们回去看 看了以后再看 让我对他的批评跟比较 如果有看不懂 或者不同意的地方 我们下一次讨论 好不好 这样才是非要 否则等于我来灌输 这是我的观念 这是不公平的 我们学理工的人要求 一切出事是公平的 这不是要赢跟输吗 谁对谁错 我们一个物体的运动 有两股力量 这两股力量是不相干的 但都很重要 一股叫做导引力 英文叫guiding force 一股叫驱动力 英文叫做driving force 我举两个力 一个射箭 一个是开汽车 射箭 中国人有两句话 第一句叫射鼻中敌 这个敌在中的就是标靶 就是那个箭靶 意思吗 你要射得穿 你这个射出去 要中这个标靶 这个是导引力 guiding force 不能是外调 第二个呢 我叫可以穿甲 去见中了敌人的身体的时候 要穿过他的盔甲 你才能伤到敌人 就是什么意思呢 见要有力 OK 这两个是不相干的 你可以见有力的是外调 但你也可以射准到见没力 伤不了人 反正位 你知道为什么弓箭会有力没力 当然跟材料有关系 跟制作的方法有关系 某五人的弓是复合弓 是两种材料合成的 弹性能强 我们汉人的弓 欧洲人的弓 都是单弓 都是一种材料 所以我们怎么办呢 所以把它加强 加大 蒙古弓是短弓 我都马上用了 OK 汉人是把它站起来 一个长弓 拉倒 OK 所以蒙古是清旗兵 他们穿皮的盔甲 不穿钢铁的盔甲 OK 那个马 载重量很小 但是可以跑很远 跑得慢 欧洲人啊 是重洗兵 钢的盔甲 OK 高头大马 阿拉伯马 存自强 不耐久 OK 蒙古是全部起兵 他连资源他的后勤 都起码的 这个阿拉伯人 跟欧洲人 跟我们中国人 是骑兵跟步兵混合的 所以一冲刺 他步兵的骑兵都离了 他的资源的兵力 赶不上 第二次的大战 德国人发现这个问题 所以德国人是两个 庄稼师配摩托化师 他的步兵 就是用摩托化的 去支援 就等于他的骑兵 就是装甲军 英国 法国 俄国 都是步兵跟骑兵 步兵跟装甲车 所以非常容易脱离 所以德军的那个 陕西战的行动非常快 这是蒙古人的战法 OK 这个说远了 说远了 OK 另外一个例子呢 就是我们开车 你手拿的方向盘 是导引力 你方向盘动的时候 汽车就改方向 但是你的驱动力 是用脚去控制的 踩油门踩刹车 所以物体的运动 所以两种力量 毛笔子也是 我们写毛笔子 它的导引力是什么呢 就是毛笔子的线条 要配合你心中 希望它走的方向 这种叫心手如意 心硬手 OK 然后呢 你的比例 是驱动力 是它要有的力量 但是这个麻烦在哪里 这都是用手指去控制的 不像你开车 手去控制导引力 脚去控制驱动力 我们写字的时候 都是用手指去控制 这两个力量 所以我们的书法理论 常常把它搞错掉 把两个混去的 这两个呢 都是我去机械的朋友告诉我的 第一个定理是说 如果有两个方向相同的力量 去驱动一个物体的时候 前面那个力量 主导方向 第二个定理呢 这不是告诉我的 就是我下面来解释的 你看啊 启功先生他拿笔 他的大拇指 是放在笔管的后面 这个是驱动力 他要把那个笔往前面推 他另外两个手指 包到对面 是让他不倒掉 是抵住他 那个笔是往这个方向走 大拇指在 大拇指在笔管的后面 两个手指在笔管的前面 是干嘛的 抵住他 不让他笔管倒 真正推他走的是大拇指 OK 这是大家拿笔的方法 这是大家拿笔的方法 每个拿笔都是大拇指 在笔管的后面 你的手 另外两个手指 在笔管的前面 这下面两个手指抵住他 这四个手指 除了大拇指以外 主要是维持笔管的垂直 两个笔指往里边拿 两个指往外面挺 就维持他垂直了 真正推动他走是大拇指 你的驱动力是大拇指 你的另外四个手指是倒影力 不让他闭管倒 这是启功先生拿笔的方法 这大概是 所有的人 我们90%以上 大部分做的 这个不成法 中国叫五指不成法 OK 这样子拿笔 是在五代以后 在五代以前 靖唐人 是坐在地上 三个手指 和他两个手指拿笔的 这样写字 OK 这个孙小云的本书 书法有法 讲得很清楚 左半边右半边 抱歉 回去看看 我们也讲 你看 他最旁边那个 他中间有个虚线 左半边 你这个大拇指 在左半边的时候 你是推力 在右半边的时候 是拉力 在中线上的时候 可以是推力 可以是拉力 端间在哪里 就是说 你的手指 如果在中间这个点 看别的手指 没有包住它 你包住它 就是推力 你平放就是拉力 你平放就是拉力 你右人就是平放的 他手指不包呢 他是用拉力的 这样子写的 我们平常写字啊 手指不管大墓在哪里 我们右边的手指 包过去了 那你是推力 推力跟拉力不同的 这就是父亲 父亲 父亲提醒了的 当你有个物体 推力是什么呢 你的力在物体的后面 拉力是什么呢 在物体的前面 我们毛笔字的话 写的话 用毛笔不管是个圆的 在前面很难 所以大部分的拉力 是在中间那条线 就是对着你 正对着你中间的 就是最凸出来的地方 这样才能拉嘛 就是毛笔这个屁股 对着你 这样子才能拉嘛 你到最前面很难拉 鱼有脑可以 他是这样转的 他转到底的 他转到掌心的 OK 当然我们一般比较难一点 换而言之 当你的手指在中线的时候 它是拉力还是推力 要看别的手指 有没有包住那个壁管 当你包住壁管 就是推力 你把它放平了 就是拉力 这个就是余悠人的 笔法的秘诀 他是用拉力在写字 他不去包它 他是平放的 他的手指四个是平的 在这里这样转转转 他不这样转 他不包过来 所以他是用拉力写字的 OK 我因为十九岁看他这样写 看懂了 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在哪里推力 那经过了几十年 如果博士跟我讲 你随着哪里 我才注意到 因为听了以后自己回家去练习一下 我给人家示范去给你看 什么拉力 OK 这很容易了 一眼睛醒悟中人 OK 这个这一点就通了 我也是Standford 但是我不是学力学的 OK OK 你们经常去Shopping 买东西一个购物车 或者一个行李箱 你是拉他容易还是推他容易 另外 你们也听过拖把 拖把是拉的还是推的 当你推个拖把的时候 它都不会散开来的 你拉他的时候 它根据你拉的方向一起走的 所以拖把是拖的不是推的 不叫推把 拖是拉的 最近书馆长给了我一个视频 邱振宗教授 讲林善之先生 在笔号散开了以后 可以把它约束回来 觉得是很厉害 很了不起 如果你用拉力的话 你笔号不会散开 你推他的时候才会散开 这个就是拖把的原理 笔号是软的吧 那我问你 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笔号散开以后 你可以去纠正它 另外一种是笔号预防它散开 哪一种比较好 两个医生 一个是你生了病 他可以把这个病治好 另外一个医生死你不生病 你要哪个医生 我写了56年字 从来没散开过一次 因为我们是用拉力的吧 你回家想一想 这个不是我的脸 这是个力学的问题 只是我们中文人以前不知道力学 只知道这样就会散开 那样不会散开 那既然你是用99%都是推力 就一定会散开了 所以就想了很多很多的技巧 去把它改变 什么脚转了 什么这样弄了 要弄 那你跟随便要散开解决了 你没想过这问题 我不知道你们写大致有没有这个经验 笔号散开了 这个散开到底很简单 这就是很多人 笔号是个圆锥体 所以笔毛啊 它在那个圆锥体里 有长有短 有外有内 如果你是经蚝的话 还有阳蚝 子蚝 什么乱七八糟的蚝都一大堆 它每次受到力啊 它每一个蚝比蚝的反应是不同的 扭转的角度也不同的 所以就散开来了 各奔前程了 它是因为笔号的结构 这个我们学科学知道 one to one mapping 是很容易reverse的 one to many mapping many to one mapping 好像many to one是不能reverse one to many是可以reverse的很难 换而言之 我们现在要尽量避免用推力 要多用哪里 下面会用箱子 我示范给你们 很容易的 你只要想通就行了 ok 只要想通就行了 你想吧 我是看游轮者15分钟盼会的 当然我不知道哪里推力 我只注意拿他手是平的方案 他没有转过来 我那天就是19岁 我那天就是19岁 在他边看了 我看到十万朋友看会了 当然 抱歉我那时候不懂 我可以退一天 ok 现在就是说 当你呀 去推筷子的时候 这个我来请傅先生来解释 ok 好 你来讲讲讲讲 你为什么好可惜 他是力学模式 我是数学模式 ok 这个我想大家都看出来 就是你用鱼板 就是手放在前面 拉这个筷子 筷子跟着你 都一直走 你在后面推的时候呢 因为摩擦的感情 可能会歪到远去 就做筷子 如果是跟绳子 它就更容易解 如果你拉一个绳子 绳子就跟着你走 你推跟绳子 绳子可能就散开了 往旁边走 所以这跟我们毛病 可能是散开是相关的 好 谢谢 其实啊 你看街上小朋友 那个书包 不是用拉的 他们小孩子 试验过小的 不能用推的 他们都是用拉的 你在路上看小朋友放学啊 他们一个书包 两个人子的 他们都是拉的走的 因为这样推的走 二王到米兰公 是拉的走的 为什么 用拔笔轻 等一下我来解释 他们没有告诉你 拉跟推 因为当然他们也不懂力学 但是他们发觉 用拉的话 你拔笔松 就可以自动的重复 用推的话 一定要扭住它 让它得重复 所以要拔笔紧 拔笔紧 你拔笔紧的结果是什么 写出来只不够天生自然 OK 那是下面再跳过 再看看 好 这个是不信之兄的吧 是你还是他 是你们两个合作 是哪个来讲 因为这是人家做的 我是看懂的 但我觉得我不应该站着工跑 是谁来 讲这个 是你的东西你讲 这个 这个 我觉得这个 这个应该比较是 这可能是大一到大二的 那个心理学 动力学的 所以我就跟你讲 这个有什么好 特别好讲的 就是说 只是解释一下 说为什么 你缺它的时候 这个筷子会倒 会倒到一边去 为什么你拉它的时候 这个筷子 会跟着你一起走 就是从一个 从一个 大一到大二的 工学学生的观念 解决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理论本身是 还蛮基础的 但是如果大家不是全工程的话 只要回家拿 把一个筷子放在桌上 你推着看 你就会知道 所以其实我想 大概就这样 OK 如果不用筷子 你们如果打麻将这样 你把麻将牌齐好以后 你用右边 左边 这样推过去 它两个牌 会分开来 你妹妹注意到 你麻将啊 摆好了 你位置不对了 你在左边 往右边推 和麻将牌 两个分开来 你回家试试看 如果跌的话 它会倒下去 推它 但是 你右边 下注它 左边推它 它就不会了 就是刚刚两个定理 一个是 右边一下去 变拉力 第二个 拉力在前面 主导方向 就是两个定理 横起来了 你们打麻将的人 就说 我打麻将了 我知道 但当时我不懂这个原理 我只注意到 你去推它的时候 它如果跌的话 它会倒下去 如果是平的话 它会分开 那我们推的时候 怎么样 我们右手把它夹住 左手推它 它就不会了 OK 你如果打麻将的人 是吧 OK 其实道理是这样 都是拉力推力的问题 它有毛笔 这个东西 其实是一个简单的结论 你用拉力的时候 用拉力的时候 用拉力的时候 用英文讲 就是self-correcting mechanism 它有个自动改正的系统 你看 这个自然界很多 你如果要蹤摆 你去打它 它会慢慢慢慢回到原点 你打个球 你努力打一下 它慢慢慢慢停下来 OK 基本上 就是我们用拉力鞋子的人 你可以让抵自己行动 你不要去触碰它 你不要去触碰它 它是autopilot 它会回到中风 你开持中风 你用拉力去写字 它维持中风 所以用拉力写字的人 把笔送你 你不要去触碰它 因为你不要去妨碰它 因为你不要去妨碰它 它自己矫正系统 这就像你们看 autopilot的车子 或者飞机 你不能去碰它 你让它自动的 你不能去干扰它 同样 我们用拉力鞋子的人 我们手拿出那种毛 不要去干扰它 它自己的guiding force 会让它回到了中风 但你用推力鞋子的人 你不能让它自动 它越走越歪 所以你就要用力去抓紧它 你们 这不是你们一个人吧 从北宋 除了闭南宫 除了几个人以外 除了闭南宫 除了闭南宫 绝大多数人 一千一百年来 走错路了 但了解的是 懂得的人 不告诉你 我是立刻跟你讲的人 有些人可能 他不知道有什么 他只知道这个世界 他不跟人家讲而已 约老板也教我 我只是旁边看会 既然我讲 我在第一站讲 我本来以为这个行 毛病只是老头 这事情 没了就没了 跑到深圳一看 有五万人在学 有那么多年轻人 那就要想出来了 这是个责任 这是个对文化的责任 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已经会了嘛 对不对 所以你们回家去 自己试试看 你有拉力还是用推力 你写的字会怎么样 你不必每一笔这样 你可以有两三个试试看 你慢慢慢慢增加你的拉力的数字嘛 一开始就像我这样 几乎百分之百拉力的人 大概花了几十年的功夫 但是你可以一笔 两笔三笔慢慢增加嘛 这些有些都是王兴志先生 或者他们根据物理学的 我自己也在学 我在看 所以无论他们讲得好 所以把我原来的解释拿掉 就在我的文章里就用这个了 但是我的台北把我打字的小姐 还不去改 那我就跟他讲 你就把两个section拿掉 我换两个section 那将来出书的时候 那会想办法让他变成 看上去是一个人写的 这个一看就是两个人写的 跟他的方法跟我不一样 那现在是这样 我们拿了毛笔写字 这三种情形 一种全部都是推力 所有的力量都从后面来的 这个就是诸位 用或所谓金发 就是开发写字的人 百分之九十九十两次 一种全部都是用拉力的 还有一种呢 是转来转去 有时候拉力 有时候推力 OK 那在三种情形里面 因为拉力一定在推力的前面 不提啊 力在背后是推嘛 力在前面是拉嘛 所以拉力一定在推力的前面嘛 对不对 所以只要用到拉力 就是用古法 同样两个都用的话 OK 只是诸位 从你学校教的 从你自己学的 从你学校教的 老师教的 几乎全部都是用推力 运用拉力 都是把手放在鼻管的后面去行动 手指头那个大拇指 这个是我写的字 王先生挑出来给你看 拉力跟推力 这个你其实看懂就知道 因为我是转子的 我们转子的人 就是跟着那个走的柄的方向 才转的 所以基本上 我都是手指头放在鼻管的中线 只是我学了余佑老 我的手指不包他 我是平的 我这样拿的 但是我不去包他 你懂事 所以我都是拉力 一包他 那张孟甫 挽动直不动 就是推力 装重量装心在不在 那天我们两个辩论 他就说 哦张孟甫也转子 也很笔素肉 素笔很弱 我说张孫甫是包住的 他是推力啊 所以这个黄先生标的 我的每一笔的横的下去都是拉力 所以你看啊 这个线条的转 我们也挺笨的 那个速度是一样的下去 如果你们写 在每一个转弯的地方要调两次风啊 要提完啊 你懂事啊 因为你是用凯嘛 你一转弯 你就要提起来 空中转弯要下去 要调风啊 我在跳亏波子 你们在跳tango 有快快慢慢 快快慢慢 慢慢快快 我们这样写法是亏波子 非常快速 行起 这个就是礼服讲 颜真卿的凯书 顿错太多 是丑怪无诈 你拿我的字去跟王都比 跟富山比 就差别在这里 他每一转弯一次方向 要做一次体验一次两次调动 他们是用推力 我上一讲 已经大致小时给你看了 王都的大致 他是用推力 不是用拉力的 但是这不是他的错 这是一千一百年度错 你看那笔 笔 这个笔南宫 这个可以啥 这个我平常写 没跟人家解释 那个笔下面弯的弯 你没看到 你把弯的那个筋 往上直线上去 跟那个笔起执行起头 左边是90度垂直的 你把那个笔的 它这个是弧形的 笔的最右边那个弧形往上走 跟中间那个是垂直的 这什么意思 你开车 你有两条平行的 你车在中间里面开 你不会预约性的 但是你中间有弯度 为什么 运 你如果手通通闭直下来 就是凯书了 你每一笔都是直的 横平数字 你就是凯书了 你要把它写成胡状 要算是曲线 成运 但这个运 重心要稳 这是米南宫 你去看米南宫的字 它一个写信 你留下 米良 它两边是垂直的 重心才稳 这已经演养成习惯了 写的是没考虑 我在往前面前 中奏一笔就拉下来了 你妹妹去过雅典 雅典阿波罗神殿 这个阿波罗神殿 殿已经不在了 但那个地基还在 老游跟你讲 你看 它那个地基不是水平的 它有个形形 一个小小的弧度 为什么 才能承受力量 如果完全平的 那个房子垮下来了 咦 我们中国的拱桥 也是把园鱼里是这样的 它为什么桥不做成平呢 力量承受力量 我们中国的桥是拱的 我里面最大 他说他想拱的吧 你看 这个我不是学历学的 但是注意到这个问题 拱形的 它这个曲线的 是承受力量 显往彼此也是 你看 你把它放大了 这个重量不必要了 所以米南宫有这个问题 他会把直线写成曲线 把曲线写成直线 凯书就变成形书了 凯书就变成形书了 这是高级版的 这是高级版的 我现在只有这个字 我就写给你看 那笔横笔 那个笔的那笔横笔这样进去 文真明 文真明叫他笔 这很写 文真明的小凯是真书 不是凯书 他进去的时候不住亭的 不对呢 他进去的 在三分之一的地方加厉 这个大概可能受到 黄庭坚的理想 你们看黄庭坚的字啊 在三分之一的时候 手动了一下 不因为他手不离止 他动的时候 有了特别的效果 不过他在三分之一时候动 文真明大概是提笔的 所以他三分之一一动的时候 有加厉 他的法力不在起点 在三分之一比 文真明的字叫做 他笔 他进去 OK 我是学文真明的 所以我们的横笔 这一笔 你们给你们看 在那个笔的那个长痕 三分之一 这就是我的缺点啊 就是终碎未能成家 喜苦人治 你还是看得出来 这一笔的真明 那也比你难过 你要到了 看不出来了 那就一流了 还没有 actually 所以我们这一百年 大概只有约了一个人 是有了 像辅心语 像灵散之 像我们都一样 你仔细查 他哪里从哪里来 可以看出来 OK 这个就是 是个混合物 不是个化合物 金还是金 铜还是铜 这个东西就是不如人家 这个没办法 这个自己心里有数 自己还没到那个程度 但是我们这一百年就一够 就是金银铜 但你去看不出来 这是哪个程度 就是余悠 他把悲跟行书 混得很吵 这个是厉害的 所以 他们这种业流的有道理 OK 不是因为他前参业长 不是因为他说 你多意思啊 诶 这个我讲给你 不是跟你听 我也是写了一个字 给中共一个大佬 大概三十年前 过了十年 我去 他设了一个宴会 招待我 在座除了他父子 我 不是中共的 至少是 大概省厅级的 他们 我也搞不信他们的关会 他们每个人都表达过名片 我也搞不信谁 那那个十个大佬 这个大佬啊 去年前年是98岁 他是文德前的政部家 是周总理的助手之一 我不讲名字了 OK 他开始 他第一句话说 然不是 有人告诉我 你的字比起功好 我那不讲话 在座那十个中共的关系 每个人都觉得奇怪 他没看我的字 后来我看儿子告诉我 告诉他这个人 是广东省书协主席 姓奈的老革命 红军老革命 不做过广东省的书协主席 告诉他 因为他的地位 也不会随便听别人的话的 是他的红军老革命统治 但是现在他们告诉我 我不知道这个人是 OK 那我呢就客气 我就说了 广化 有公笔有写意 我们写字也是一样 我是写意 起形成是公笔 我们两个不笔 就推过去了 就推过去了 我到底是国民党做官家听出来的吗 嘿嘿嘿 他第二句话 那不是啊 你看老主席的字怎么样 诶 这一下子 在座里面两个头发都竖起来了 OK 我不写广草 所以我没有资格批评毛泽东 不过我问过周测中周老师 他写广草 周先生是个骨气很强的人 OK 他跟我讲 毛泽东是不错 我相信周先生 OK 我知道我们这个周老师是绝不低头于强势的 我们将来讲他的跟那个 跟那个 跟那个 阿哈伯人那个是谁 对真心斗争的故事 OK 他这个人是普通的讲的 不难人 脾气很强 对他周老师 不过那个时候 还没问过周老师就去谎 OK 我的答案是这样 我说啊 我们中国书法是 皇帝的字跟老婆心不比的 这个真的不是啊 四处新语 南西高中 问王申迁 王申迁 王申迁当时是 南朝就输到第一 这个王 皇帝问他 真书与清书何如 我的字跟你的字比哪个好 这个怎么办 说你的字比我好 他就说我马屁 看我起 看我起 说我的字比你的字好 要杀头的 他怎么办 陛下书 古今帝王第一 跟古代王帝第一 成书 天下成功第一 你在Z走 我在X光明 咱们两个不比 在X光明 在X光明 南西高中 诶 这个皇帝讲话 要小心啊 你没有听过一个故事 清高中 选王皇帝晚年 做了五年太上皇 有一天把一个大臣 叫董浩小兰 说 你查一下历史上 有没有太上皇打皇帝屁股的 就爸爸以为打儿子屁股的 诶 这个怎么打 你说 爸爸不能管儿子吗 但是 太上皇一定先死 皇帝一定后死 你说可以打屁股 你老兄将来是整足都完蛋了 董浩免贯客 到这里都流血了 只讲一句话 人语的话 圣人无二过 你知不知道意思 他犯了错 你要打他屁股 是叫他下次不要犯错 但是皇帝是圣人 他犯过一次错 他自己会反省 不会再犯第二次了 所以你不必打他屁股 对不对 但是他要不恐 不皇帝 他那恐死过他 他不想他自己的话 诶 谁要说我认为怎么样 你错了 诶 圣人呢 是孔子说的话 大家都读过了 所以 前往后帝带了个半天 说君不愧为贤臣 对 什么意思 你不挑破我们父子感情 不来阿余我 和我马迹 和困沙土和生沙土 就是因为他太拼巴了 你懂得意思啊 在父子之间 他是忠于父 忠于子吧 总的 董红 你还多聪明 宝贝 银子判一个高数的告 也是個書法家 董浩 董浩後來花了八幾歲 榮華富貴一生 為什麼 皇帝身邊的太監一定跟他報告的 太長王身邊的太監一定跟皇帝報告的 所以 跟皇帝講話也不用亂講 也很小心 OK 好 越講越遠 我們這樣做 要收拾一下嗎 要收拾一下嗎 我想現在學校等到示範之前休息 你們決定 我等一下要洗毛筆給你們看 哪裡推理 這個是王先生的筆寫的 他是用推理的 因為我這輩子不是用推理的 OK 兩兩兩 這樣 這些東西啊 我都放在這個 檔案裡也放在這個上面 我也在學習 因為這個是王先生懂的 復興能畫了以後 我再看 我是自其然不自其所以然 用了幾十年 OK 所以坦白告訴你 我也在學這個東西 OK 基本上就跟你講 你用拉力的時候 它會自動回到中國 你用推理的時候 你一定要把它拉回來才行 要把它搬回來才行 要把它搬回來才行 當用推理而毛筆散開來了 非常難把它拉回來 OK 就是你拖把 推過去 站開來 中國人怎麼做 把它拉起來 放到水桶裡 再繳一下 再重新拖 這就是我們說法叫腳轉 把這個毛啊 腳回來 讓它又集中 這是我寫的字 這一筆 寬最下面的筆 推回來再上去 文哲明 它不在最後 它這個筆啊 把它這裡 回來再上去 這樣子轉上去的 它不是這樣 這樣上去的 然後推過來 正文哲明 你看啊 我們用拉力寫字 用鑽子寫字 我們的字 不管粗細更換 都是圓的 中國叫筆圓 你沒聽過 跟圓比不同啊 你南國有句海語名言 有句話 學書筆先書筆可得筆圓 什麼意思啊 叫你寫牆筆 你寫牆筆的時候 你筆手一定提起來 是旋碗旋筆的 旋碗旋筆用中方寫字 筆一定圓 你看余悠人的那個字 它的線條都是圓的 那我的字也是這樣 我不管轉來轉去 那我的那個最下面那個 推力那個 它裡面 這個是我的 用閩南宮的方法 跟王熙子不一樣 這是我的缺點之一了 但是因為我開始是學閩南宮文正明 去明朝跟學宋朝 我用筆太重 比起靜唐人來講 我用筆太重 OK 但這個習慣已經很難改了 不直接小的 就比起二王來講 我的筆太重 太粗了 二王是用筆尖寫字的 但這幾兩次習慣也改不了了 所以希望大家年輕的再來學術 就是不要跟我這樣 就是用筆筋來寫 會比較更像二王一樣 就是你基本上要得筆筆中鋒 OK 什麼樣的方法 讓你得筆筆中鋒 最為簡便 最有效率 就是最好的方法 你用筋法也可以做到 並不是不能做到 很辛苦就是這樣 你用筆筆 你用筆筆 就是二王的方法 明蘭光的方法 很自然的方法 等一下你看我寫字 基本上那個筆在手中 自己跑來 我的手指讓它不老而已啊 幾十年前我在這裡寫字 把筆筆在手中 都用筆筆去 就是一個筆筆 對筆筆去看 其實就是什麼 它自動矯正 就套筆了 你慢慢試試看 用拉力寫字 你會很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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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是用退役的 你去学赵孟夫人 我忘了学不下了 你写的比较好了 说算了 你怎么说 他写刑凯 你写真行了 你不挑风了 你不顿促了 你一笔直下了 就是马虚伦说的唐人以后有好字 你现在学那个好字的方法了 也无许不学坏字 这个我上次讲的 我们在台湾也好 我们学英文 是中国人叫我们的 我们的老是中国人 我们的发音 我们的文法 我们的语法 都是东方式的 我们跑到欧美来一看 对不对了 人家讲英文不是像我们的那个讲法 人家的发音不是我们的发音 人家的发音不是我们的发音 那我问你 你要学他的 还是回头去学那个中国人的 我去跟美国人就说 你不对不对 我的老是这样讲的 对不对 对不对 这1100年 我们中国人看不到那些 靖唐人的真集 因为我们看到的是悲铁 真集都在皇宫里 真集都在那些有钱人手上 所以我们学书法的方法 所以我们学书法的方法 是没有看到第一手资料时候的方法 现在看到了 你还要用那个原来的方法吗 就是你到了美国 你还要跟那个美国人说 不对不对 我小学老师 我中学老师 教我英文是这样教的 你错了 搞什么鬼啊 所以你们现在去 林圣教去 林什么什么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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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冀志文林兰庭 用的都是元明清的方法 人家没有看过这个啊 王熙之写蓝庭的时候 并不知道柳宫权 不知道什么什么 权宫权不知道什么什么 权宫权啊 他都没有啊 你现在看到了 米兰庭的真集 看到权宫权的真集 你还要用元明清人方法 不是忘记了吗 就像到了美国 看到人家讲英文 你还要用那个中学 小学大学在美台 大陆台湾学的英文方法 不是台湾校啊 我在视频上看到很多人 每一个字 都可以写它像南提 都可以写它像圣像 必真必信 扭来扭去 扭来扭去 人家不这样写它 古人不这样写它 等到你把整圈放在一起做 那行情就起来了 那个原因就是什么 方法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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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王先生 用碑 其实你掏碑啊 一定是很输入很轻入很轻入 好像大陆叫做切顶切入 用的是那个切 切顶切入 在中国古代不叫做 中国人叫横比树如 树比横 其实切顶切入是对的 因为横比树如 树比横如只有两个方向 而这个是每个方向都可以的 当你写的时候你再插九十度进去就是了 所以他那个话比较对的 中国古人讲的那个是太任的 好 这个叫门南宫 这个字还看不出来 这边是赵王府 这个门南宫 你们可以注意到 门南宫跟我们不同在哪里 如果你把鞋字当作一个运动 运动是什么 四度空间 长宽高加时间 只是在牛顿力学里面 时间这个常数 在爱因斯坦那个就变成变数 他因为速度快了 他变变数 最有意思 我们写字的时候 是一段时间 把这个末期啊 写一段空间 s over t 就是velocity 如果你这个velocity 这个速度是常数 就是s over t 就是s over t 如果你有变化 就是唯一分的词 ds over dt 就是加速度 OK 无法 包括我 我们在用实力 用加速度去增加比例 米南空 是把加速度 再为分一次 它什么 它加速度有变化 而且它这个变化是random的 是一个随机的 它在你想不到地方 又加速了 可是本来加速 更加速了 所以它造成很奇怪的 很特兔特的感应 结果学它的人 那是问题了 因为第一 他们把这个random的 就是随机的规则化了 因为他不了解米南空怎么做的 他去拿米南空现成的字 在哪个地方加速 他们去学他的那里加 那个地方加速 他们去学他的那里加 其实米南空每次是不一样的 OK 第二 他们用凯塔去讲 像王渡 像富山都发生问题 为什么 他每家里一次一次 要做一次提安 要做两次调控 米南空不做的 米南空是连速度变换 而王渡富山 他们家里是利用提安 所以就变成什么 因为他就变成什么 然后他写字 然后你看他写字 very smooth 王渡富山就叩咚咚咚咚咚 而且他很奇怪的 会写字 因为米南空 他是用速度变换 他随时可以调整 华东腐尚是一个体验 你一去调整啊 就是很奇怪了 你走上过路 忽然又有路向 就搞得很乖 原因就是说他们不了解 你难攻并不用体验了 你看他整个亲自有什么体验的力量 他是用那个全境平移的时候的数度快慢 你看他转换那个亲自 那个转换的地方 他们也停顿了 你看赵孟福 他在那个转换的地方出了个间 看到没有 他就是提到空中下来 对准了出了个间 闽南国任何转换 也会出了个间 闽南国每一行的那个横画 他一二三四五个 他都不一样了 这个圆的缺口上面下来 赵孟福的 他就很整齐了 就是我们用朝法写字的人 直线绝对的直线很少 我们都是像那个阿波罗神殿的那个地基 少有点弯曲的 但是他弯曲地方是不一样的 看你的运笔的时候的角度等等 是灵活的 是灵活的 当你用开发写字之后 横平数字了 这就是形态跟形场 你真行不同的地方 赵还算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人 就是说同样是横比横路 照是用碗来转 你是指来转 当你用碗来转的时候 你的手指弯到左边去还是推 对啊 米南共是拉了 他的那个手指是平的 我没看到我转 有任何我了 我们不包过来 我们手指不包过来 我们是拉了 米南共是推啊 因为米南共是晚转 直不转嘛 晚一转的时候 你大拇指虽然跑到中线来了 其他的手指就到了鼻子左边了 你把一大堆放在一起 整个process不一样了 整个process不一样了 这就是为什么 我上一次讲了 傅生讲完赵孟夫学这个蓝亭 他说赵孟夫是形态中多形 王羲之是形态中多形 他说赵孟夫是形态中多形 他说赵孟夫是形态中多形 这一句就知道 他们本来做交流的既成 他说这一句就要是 你不要相信 他说这还敢 不是 他说吗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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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多很多的人在視頻上教大家寫聖教學 寫這個叫什麼 廣州 韓式帖等等 每一個字都可以學得很像 擺在一起就不像了 原因是什麼 這整個的process 英文叫process 中文叫什麼 過程 流程 那process有行動 process是自作等等有行動的 我很難解釋 有很多觀念 中文的特對 被決定了這個大人的人質 到現在為止西方無法翻譯 西方滅這個人的觀念 由於遺憾也是由我們日本人質的觀念 西方滅的是人質 西方滅的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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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很大的潛絡圈 什麼 他們就是直接翻 就是我這個大人的人 但是同樣西方人都對我 不能翻譯 我中學的時候 大學的時候 跟張希果打賭 翻譯音詩 就跟個人翻 他隨便翻到一首我翻不出來 他那個老音並不是那些 老音手抓的是痛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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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音啊 押韻的用Grasp Grasp 這個中文沒有這樣的爆炸的聲音 但是 我們押韻嘛 找了小的問題 我們有個隊 可以表現出 老音的那個力量的 我只能說 就是這一次我翻不出來 就是這一次我翻不出來 他想一個老人 Grasp在那個石頭上 你這麼好想想 我看一下沒有 沒有這個爆炸的 一個字 你還是看 你還是看 掘取的掘子 掘取的掘子 可能是說 Grasp 掘取的掘子 可能是說 Grasp Grasp 沒有 沒有 Grasp 沒有 沒有 畫的也是 文化上是有點差異的 並不是說 每一種都可以 一對一的 OK 同樣的 我們現在 討論古人 他們有很多觀念 我們想不通 比如說那個烏肉痕 我想了半天 什麼烏肉痕 我沒見過 我知道了 後來有個朋友跟我講說 你要去看那個 泥土茅草 古代的茅草 採用那個烏肉痕 我們現在怎麼看不到烏肉痕 這個東西 我經過有點差點 這要講 閩南光明明覺 叫 橫比樹肉 樹比橫肉 這個在中國經典 叫 切頂 就是說 你進去的時候 跟你將來要走的皮膚 插去速度 待會兒我寫給你看 很容易的 我們剛剛看到 閩南光那個親子 跟那個趙孟夫那個旋子 因為他們都是橫比樹肉 樹比橫肉 你看趙孟夫那個旋子 他的橫比要進去的時候 他左邊的頂上 有個小尖角出來 你看看 他就進去的時候不小心 他其實是樹比進去的 你沒看到橫比樹肉 那個 那個 王先生畫的橫比樹 他的 對上面有個黑的一個小尖角 那個 就是趙孟夫的橫比樹肉 那個樹肉的時候 沒有對齊 OK 像 閩南光他就不露出來 OK 閩南光的第一字那個親子 他其實不是入耳間 他只是那個邊有炮邊有那個虛擺 他其實是整體過去的 他那個寫在仿製品上 所以他 這是樹貼是吧 這我將 將來我第二篇有整整整個chapter講這個 OK 他這個底部是一張紙 我見過真情 OK 這個很有趣啊 我看到了 現在有個劉仲鏡 他回到你 他講這個紡織的技術啊 是從塞外西北轉進來的 到了河西走廊 一條路往西往東走 進洛陽 一條路走榮西 走陕西甘肅 往下走進四川 這是為什麼我們中國的紡織四川好 因為中原打仗 那條路斷了 所以從中東轉進來的紡織技術 往四川走那條路是痛的 這個我從小知道 蘇數帖啊 蘇就是四川的 他那一張帖啊 是紡織專門為了寫字的 抱歉他這個五分鐘 一分鐘 OK Anyway 橫底瘦如瘦皮橫肉 你從這個就看出來了 OK 好 我們再下 他把錢弄弄弄弄 你摟過去了 沒關係了 跳過去了 所以呢 當你啊 進去的時候 左手 右手 右手的大拇指在左邊 你一轉 九十度 這個時候 手就到了中線 那趙孟輪跟米南公和愚人不同在哪裡 趙孟輪是腕動 齒不動 這樣一轉 這樣一轉 這樣一轉的時候 你這個手指包到左邊來了 愚人是一轉的時候是平的 腕力跟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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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孟輪再一轉 他手指一包過來 還是腕力 腕力 愚人呢 一轉過來 手指是平的 變腕力 OK 等一下我寫給你看 很容易的 這東西 說穿了 一文不足 只是應該不跟你講而已 好 這個是 乾隆王帝 乾隆王帝出了什麼問題呢 他學趙孟輪 但他不知道橫筆數如 數筆很弱 所以他進取筆的時候 他學顏真卿的辦法 這裡轉 就是米南公罵 大家學顏凱 叫如真筆 就像那個圓圓的那個一團 像廣東人吃的鹹魚真餅 因為只要那個 那個鹹肉真餅 那個一團肉 OK 所以他沒力氣的 因為他弱比的地方都是遠比 OK 就是我上講講 他是進去用提安進去 他的比例小F 等於手力大F 乘上擴散 C 當C 它是90度的時候 它等於是0 所以他為了中度 犧牲比例 那怎麼辦呢 他進去以後 轉轉轉轉轉轉 把他轉出比例 再往下走 OK 所以你看 他每一筆進去都是圓的 這個 這個是 劉榮 草修甫 你們不知道草修甫 多少從台灣來的 我們這裡 大概王先生知道草修甫 OK 他是這樣 我們在台灣大概有四個五個 最大的蘇法團體 總派 當中是本省人的一個 就是草修甫這一派 他是日據時代 受日本人教育的蘇法家 你看看 日本人的 中國的蘇法也很好的 OK 草修甫 他用的是 我們中國叫回緩法 我這次演講 Skip了 但是在我發給的檔案裡有 OK 他基本上啊 他也是用拉力 但是呢 他的手這樣 90度轉 所以他這個大拇指 是放在背面的中線 優人的大拇指 是放在這邊的中線 他是放在那邊的中線 你看看 他那個手 你看看 然後他用臂去拿 他寫字是用手臂拿的 他的指跟碗都不動 OK 所以呢 他的力很強 但是呢 面就沒有了 你想看 那個臂要轉多困難 OK 清朝有一個人 何紹基 是用這個方法的 古人說 這個歷史記載 何紹基寫完一次 全身大汗淋漓 你舌頭一背 他寫字是這樣寫的 他全部是用臂的 他已經注意到拉力跟退力了 但是很奇怪 他不用這邊這樣轉 他是用這樣轉 OK 我在我的書裡有寫 但是 因為今天演講 等等 我跳過去了 OK 我發給你的檔案裡 你看 那個曹秋普的那個 這樣 但是 最近是因為綠油起來了 分身意識提高 因為台灣有名的書 幾乎90%以上 是大陸1949來的 包括普行語 包括語論 所以台灣人說 也不公平 OK 他們現在就力捧朝修補 朝鮮子也不錯 些年男 OK 但是他的方法有點怪 所以你要拔筆 是我們拔不緊的 不同考量 是看你怎麼拿筆 看你怎麼運 你是用推力還是用拉力 OK 那我認為 你用推力 拔筆緊去寫字 你寫行書 絕大多數就變成行凱 就像趙孟夫那種詞 OK 你如果把趙孟夫跟米蘭共和文西之詞 去比 很明顯的 趙孟夫的直線 遠比他們多 曲線遠比他們少 OK 就越來越進行凱書 你懂我這意思吧 好 好 那我下面就是要準備寫字了 因為他跟我講 這個時間不夠 老不寫字 人家有說的一句好字 這個就是余佑老跟我 但是你看余老在眾人面前照相 他不用在我面前寫字的方法 OK 換言之 他公開的時候不一樣 OK 我那天運氣很好 第一 他睡不覺 剛剛睡醒 不用叫醒的 他睡不覺 他睡不覺 第二 我爸爸不寫字 他知道 那我是個小孩 那大學一年級 他顯然會煩我 所以你不笑 這個包式成績在劉雍 包式問何少奇 所以有個老師 劉雍是怎麼拿筆 哦 他說奉嚴法 奉嚴法 是灰碗的一種 這樣 上面瓶的 就放個雞蛋 後面放在寫字 剛剛那個是這樣的 他是這樣的 奉嚴法 這個 包式成績說 我看不像 包式成績就到了山東築城 劉雍的老家 去找到一個八十歲的老頭 剛年是劉雍的書童 這個文貌 但是把他摸摸的 這個書童說 劉雍關了門一個人 無子子 運之如烏龍 在人前去奉嚴法 孫小雲 前兩年到台灣 公開表演 我說朋友 無過好先生 配他 表演完了 所以他就問你孫小雲 說你怎麼不轉子 孫小雲跟他講 人太多 待會兒我寫給你看 換言之 中國人把這個 當作的避免 我是又什麼 我也不是書考家 為不外資 所以對我來講的話 就像我們研究的數學問題一樣 解了就告訴大家 你看 剛剛有朋友問我 我是不是 寫的這個品 我是追止的 因為啊 因為啊 我們是用 Gliding進去 所以我可以追止的 你們是這樣下去 所以老師叫你要寫 為什麼 你是 小F等於大F 成功 當你是 90度進去 就像 清高中一樣 變零了 比例是零了 所以你非要寫不可能 這是為什麼 張美菊老師 在這邊 跟侯林的對打 張老師說 如果有人告訴你 可以得BB中鋒 是在騙你 因為用金法寫 是不能得BB中鋒 你用筆一定要寫啊 進去以後再調啊 可是像余幼老 像我這樣子 是Gliding進去的話 我們的筆 是 歷史F是更直平行的 跟角度沒關係啊 我可以垂直 王羲之他們都這樣 他們要不寫中鋒 是他的選擇 不是他必須 對不對 他認為這樣子 好看 你懂是吧 好 好 寫 快先 answer也可以 示範也可以 你要先示範 還是先 answer 快選 你們決定 先示範 先示範 那這樣我平常示範 不是當場寫給朋友 你要什麼的 今天不帶洋風 今天先示範給你們看 所謂拉力推 是怎麼一回事 先principal 說完以後 我們再來談課 好不好 這樣子 很多人已經有我的字了 所以有字的人 不要再要 你要一個 就得去 OK 好吧 示範去